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二节的 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干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这是他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也就是说普列汉洛夫 他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哲学的一个传统 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明确的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 就是说马克思 我们知道啊 就是马克思当时把自己的哲学定义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书的前面 实践的唯物主义 他说我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那么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呢 是普列汉洛夫 所以这个我们看了前面我们讲了几个 拉法格是什么 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经济决定论 是吧经济决定论 而这个拉布辽拉呢 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什么呢 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 就是他们都迎接了自己每个民族啊 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 而普列汉洛夫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呢 是俄国革命民族主义传统的一个继承 因为在这个革命 就是从这个拉吉斯夫啊 就十六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 这个俄国的革命民族主义传统 他们的传统是什么 就是联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就是联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在他们那个时代啊 包括这个车尔尼学夫斯基 这个扁尼斯基 也就是可以算是普列诺夫的外祖父了 外祖父的 因为他的母亲是这个扁尼斯基的外申女啊 外申女所以呢 可以说 所以他从小就读这个 扁尼斯基的这样一个一个著作 那么他们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强调辩证法和维物主义的 这样一个研究 但虽然他们没有达到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也已经是自觉地 接近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 达到 已经到了他的一个 自发的这样一个形态了 自发的一个 朴素的这样一个形态 所以普列诺夫呢 把这个 马克思主义定义为 辩证唯物主义呢 可以说是他们 就是说 这个从拉吉舍夫开始 16、17世纪啊 拉吉舍夫开始的 这个俄国革命民族主义 也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呢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啊 从一般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学说 从这个一般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 为什么叫一般哲学世界观的意义呢 他认为这一点呢 他是针对当时的这个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种种歪曲和误解 他就有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和当时啊 整个这个第二国际当中啊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定义相关的啊 这这以及马克思主义啊 所遭受的这样一个哲学危机 它是相联系的 就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西游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啊 他的一个定义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他们认为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 并没有给自己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学说 定义为一个什么 就是说他到底是哲学 是政治经济学 还是科学社会主义 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那么第二国际呢 因为他们是刚好功能运动兴起啊 所以呢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啊 定义为社会主义学说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啊 定义为社会主义学说 把马克思定义为社会主义学说呢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既然他是社会主义学说 他就不是哲学的世界观 把马克思定义为社会主义学说 和定义为哲学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一样的 定义为哲学呢 就是说社会主义学说 只是哲学的一个部分 只是哲学的一个部分 那么你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学说呢 历史唯物主义直视方法 所以这样的哲学啊 它是不作为一般世界观提出来的 是不作为一般世界观提出来的 那么这样一个定义呢 就产生了 使当时啊 这个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一种 一方面呢 它对功能运动有推进作用 另一方面也使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也就是说 你这个功能运动的理论啊 他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危机 空前的危机 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在他的内部 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学说 只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在这个外部呢 别人就攻击 就说马克思主义啊 不是哲学 不是哲学 它只是一种社会运动 所以它只是一种什么 社会思潮 而不能作为哲学 为了这 那么把马克思主义 从哲学里面排除出去了 那也就是说 你根本是没有自己的理论的 一个学说 如果它没有哲学 没有它的基础 它是不能成立的 而且就哲学而言 如果你没有形而上 没有一般的世界观的这个意义 你也不能成其为一种哲学 就是说你哲学 我们可以说 你有这个伦理学 有很多很多 但是一个学说 如果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话 那么它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说这个哲学的发展过程当中 比如说比方说这个物理学 化学 这个心理学 它原来都是在这个哲学的这个母体下面发展出来的 那么它随着这个哲学 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 它逐渐地分化出去了 那么 唯一剩下什么分裂不出 分化不出去呢 就是形而上学分化不出去 就是形而上学 所以形而上学呢 是哲学啊 是任何领域 任何学科夺不走的领域 它是属于哲学的 那么你一种这个学说 你一种哲学 如果没有形而上学 没有一般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世界观的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你就不能成其为哲学 就不能成其为一种这个基础理论的这样一个学说 所以当时呢 就是当时很多这个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 就是说 你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理论 成为一种哲学 那么呢 就要用其他的理论去补充它 当时呢一个呢就是用新康德主义 就是比方说这个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 就强调呢 要以这个新康德主义啊 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重建马克思哲学 就是强调这个文化本体论啊 文化本体论 就是和康德哲学结合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和马合哲学 因为马合哲学当时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 新兴的这样一个学科啊 就是说 他的这个哲学呢 他就强调这个经验论的这样一个基础 就说马克思哲学呢 要和最新的学说结合的话 那么就要和马合的哲学结合在一起 那么马克思哲学 如果要和其他的学科结合在一起 来重建自己的形而上学 这个是不是本身就否定 你马克思主义 还是没有自己的世界观 还是没有哲学 你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来补充 那么这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哲学 他有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 他的资源应该从哪来 从哪来 所以在这个普雷安诺夫 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呢 他就要反对啊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康德哲学 马合哲学结合在一起 就是说他认为啊 这样一种结合 造成的弊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你哲学啊 只讲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它只是一种历史理论 它还远远不是形而上学 就是说你没有讲到 这个一般世界观的这样一个角度 而正是因为你没有讲到 没有从哲学世界观的这个角度 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危机运动 你只有你只是一种历史观 你只是一种历史观 而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 那你怎么能够作为一种哲学存在呢 就是你没有这个存在的理由 所以为了克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这样一个危机 它的第一步就要把马克思哲学啊 定义为哲学的世界观 定义为哲学世界观 而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一般的历史理论 一般的历史理论 这样一个过程呢 其实在中国也经历过 为什么后来瞿秋百从苏联回来以后 就首先传播这个历史维吾主义 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有自己的宇宙观 要有自己的宇宙观 就是原来我们国家最早传播的时候 它是从西欧来的 还有日本来的 那么它也是把 仅仅从历史维吾主义上面呢 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这个从历史维吾主义 也就是把马克思理解为一般历史理论 那么这样呢 就使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一开始就面临着 比方说这个 当时的这个很多科学主义啊 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攻击 所以为了回击一个 也要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 它的这个哲学的世界观性质 和它的一般性 就是在理这个历史维吾主义理论之上 应该还有一个 比历史维吾主义更抽象的 这样一个 本情论的这样一个东西 和哲学世界观的这个东西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它为了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呢 就从哲学史上 来分析这个维吾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变革关系 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是世界观 是从哲学史上的维吾主义哲学传统的 传统当中啊 通过这个继承和变革产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 你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作为它一种学说 一种世界观 它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是整个哲学史上维吾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变革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给马克思主义 作了一个定义啊 作了一个定义 就说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简单说来 这是现代维吾主义 也就是现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由德摩克利特奠定了 而且一部分是由德摩克利特以前的 依奥里亚哲学家们所奠定的 那些思想家所谓无火主义 实际上也就是素朴维吾主义 创造现代维吾主义的最主要的攻击毫无疑问 应当属于马克思和他的友伦恩克斯的 所以在这儿呢 他就强调啊 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哲学史上的维吾主义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 他认为的这种批判继承呢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建立了维吾辩证法 就是把维吾辩证法 作为这个世界观的最高原则 维吾辩证法 作为哲学世界观的这个最高原则 另外一个呢 是建立了维吾史观 这样呢 他就提出来两个 一个是维吾辩证法 一个是维吾辩证法 一个是维吾史观 那么维吾辩证法和维吾史观 究竟是什么关系 维吾辩证法和维吾史观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这个就提出来什么呢 呃 他认为啊 他认为啊这两个方面啊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最高原则的形式 那么这两个方面当中呢 他说维吾辩证法是最根本的 是最根本的 是高于维吾史观的 是高于维吾史观 因为维吾辩证法 他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就是他比维吾史观呢 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这个普遍安诺夫这样对维吾这个辩证法 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说明啊 这样一个分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包含这两个 但是呢这个维吾辩证法呢 是最基本的 是最基本的 这个啊 它就是区别于当时的这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 西欧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在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比方说在拉布尼拉那尔 他认为啊 历史主义方法和历史维吾主义是一致的 这个我们上一次都讲了啊 这两个是等同的 历史维吾主义是什么 相对应的就是历史主义方法 也就是说历史主义方法 就是历史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他们两者是在什么 同一层次上被界定的 就是这个方法的 维吾史观的方法是什么 方法就是属于维吾史观 他们是同一层次的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呢普遍安诺夫 就把这个方法和理论 看作是不同层次的 看作是不同层次 他说这个方法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是一般是普遍 而理论 所谓维吾史观的理论呢 它是相对啊 是特殊的 是相对特殊的 也就是说呢 方法是高于理论的 所以呢维吾史观 是从属于维吾变证法的 是从属于维吾变证法的 普遍安诺夫做这种区分的时候呢 它是仅仅就什么 维吾史观和哲学的一般原则而言的 也就是说这个维吾史观和哲学的一般原则 就是说我讲的这个维吾史观 它从属于变证法 仅仅是作为什么呢 维吾史观和哲学的一般原则 维吾史观呢 它也要征询啊 哲学的一般原则而言 哲学的一般而言 它并没有啊 用这个东西去说明这个自然变证法 说明自然的变证法 后来是列宁和斯大林 把它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他理定的这样一个结构啊 马克思主义结构啊 把它扩展了 扩展了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式 那么当它把这个维吾变证法呢 因为我们讲了 它在这儿讲这个维吾变证法 仅仅是作为一个方法 作为一个方法 而不是作为理论 那么列宁和斯大林的扩展是什么地方呢 它把维吾变证法呢 作为了一个一般的理论 既然它是一般的理论 那么在这个理论下面呢 就包含一个是自然变证法 一个是历史变证法 一个历史变证法 这样呢就把这个自然变证法和历史变证法 同属于这个维吾主义变证法呢 它的这样一个一般理论 一般理论 这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教科书体系啊 它是作为一个一般的这样一个理论 把它抽象化了 这就成了苏联马斯主义这个模式 这个苏联马斯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教科书体系呢 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撰写的 这是它后来的发展 但是当在普列汉洛夫那儿呢 它只是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这个辩证法和维吾史观之间的 就是说维吾变证法 仅仅是作为方法 作为一个一般的原则而言的 那么它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为什么要区分维吾变证法和维吾史观呢 它是为了探讨维吾史观的起源理论 就是说维吾史观啊 你要对它的这个有一个说明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一般的方法来说明 它的这样一个起源 也就是说 它把维吾史观啊 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 就是狭义的维吾史观 一个完整的科学维吾史观的理论的构造呢 是马克思和恩克斯明确提出来的 但是呢不是说维吾史观的思想 是马克思和恩克斯啊 就是说在自己的基础上 就这样凭空产生的 而是什么 它是整个维吾史观 就是说维吾史观的这样一个 潜能的这样一个因素上发展起来 也就是说在广义的来说 这个维吾史观的思想啊 早在这个中世纪就产生出来了 就是说从奥古斯丁那儿就出现了 所以它是从奥古斯丁以来的 能不能对历史观的一个变革 他就说这个历史理论里面啊 只要是历史理论探讨里面 都包含着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因素 而马克思的维吾史观呢 就吸取了这样一个 历史观当中的这个维吾主义因素 然后从这个因素当中呢 因为这些因素到了最后 这个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 根基问题没办法说明 这个规律发展的这样一个 动力问题没办法说明 而马克思呢 发现了这样一个动力 就是发现了生产力 所以使历史理论 从这个维新主义变成了维吾主义 转变成了维吾主义 它是这样一个认证 所以呢 它在把这个维吾变证法和维吾史观 区分开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讲这个方法呢 比方说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呢 金城项学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实际上是把人的历史 看成一个辩证的运动 这个就为马克思提供了 这个维吾史观的创意啊 就提供了一种方法 提供了一种方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并没有啊 它本能并没有 对这个自然辩证法和认识 能做过多的研究 我们原来的这个 一些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科书呢 这个总是讲到他的这个 好像认识论里面有一个 这个 有他的认识论 有他的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 其实他讲的很少 比方说他讲到这个符号论 都其他这个符号论 其实他符号论 这个部分很少 基本上不是属于他的这个 哲学理论的这样一个部分 他的这个理论贡献啊 讲的最多的 还是散伐维吾史观的起源 和他的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 所以前面呢 就是他属于他维吾史观史的内容 这个我们书上已经有了 那么后面呢 构成他的这个维吾史观的 这样一个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 所以我们在理解和讲授这个 维吾普利安诺夫的学说的时候 还是要按照他本能的这样一个对马哲学的理解 主要是讲他的这个维吾史观的这样一个理论 维吾史观的理论 维吾史观史的学说呢 因为这个实践的关系啊 你们可以在下面这样看一下 我们在讲这个对比 呃 拉布里奥拉的这样一个学说的时候啊 他的这个对维吾史观起源的探讨的时候 已经对他做了一个 呃 比较的这样一个介绍性的研究 所以我们下面呢 主要讲他的这个 呃 维吾史观的这样一个遗言论的基本观点 维吾史观遗言论的基本观点 呃 对于这个普利安诺夫的维吾史观的遗言论的基本观点呢 可以说他的整个维吾史观的研究 都是围绕着认证维吾史观的遗言论展开的 那么所谓维吾史观的遗言论的就是要说明生产力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意义 就是要认真了生产力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 那么在维吾史观的研究方面呢 普利安诺夫做出的最主要的贡献 最主要的贡献呢 在四个方面 一个呢 他提出了人类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式 基本公式 这就是我们讲的五项论 这个上面讲的五项论 呃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分析了生产力和地理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学说 第三个呢 他提出了社会心理学说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呃 第四个呢 他散发了历史必然性与个人作用之间的关系 散发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呢 呃 先认述这个 在这一这一节当中 我们主要认述啊 前三个观点 那么第四节 作为一个专节啊 来认述他的这个 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作用问题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个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 也就是他的五项认 他的五项认 普利安诺夫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当中 特别强调 维吾史观的基础 决定这个基础决定上乘建筑 是通过历史发展的五项因素的相互作用实现的 那么这五项因素呢 第一个是生产力的状况 生产力的状况 第二个呢 是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第三个呢 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 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第四个呢 是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 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 全部社会制度决定的 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第五个是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 各种思想体系 我们看一看这五项因素啊 它所提出的哪些这个重要的思想啊 重要的思想 我们首先对这个五项因素 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搞清楚 首先呢 它提出了什么 生产力 这是第一项 也就是最基础的一项 那么第二项呢 是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第三个呢 它说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 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它说第四个 第四个我们看一看 它说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 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 全部社会制度决定的人 社会人的心理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们看一看 你看它这个说明啊 它这个社会心理是什么 一部分是由经济直接决定的 社会心理啊 一部分是由经济直接决定的 一部分是由生长在经济上的 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它有一个交错 就是说社会心理呢 它不是说仅仅从经济关系 到社会政治制度 然后到社会心理 而是这个社会心理啊 它受着双重的制约 受着双重的制约 一个是呢 它是和经济发生直接的联系 是经济的反应 另外一个呢 它是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 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 而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呢 然后才决定于生产力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社会心理啊 它是受到这两重的 这样一个制约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反应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就表现了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它的这样一个 一个思想结构啊 思想结构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明 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什么 一个是它对这个社会心理 就有一个说明 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 共同构成了什么 构成了社会意识 所以社会意识里面呢 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 两个方面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社会心理 上面写个社会意识 那就错了啊 为什么呢 这个社会意识啊 就是说人们的社会意识 它是包含思想体系 和社会心理两个部分 也就是说把社会意识啊 分成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社会心理 一个是思想体系 而这个社会心理啊 作为社会意识的部分呢 它又不是直接和社会的 政治制度决定的 而是和什么 它一部分由社会政治制度决定 一部分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一部分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所以这样呢 就构成了这样一个 它对马克思的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学术啊 作了一个结构性的 这样一个分析和联究 那么这样一个分析和联究 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 就是要理解社会心理 什么叫社会心理 以及它的社会意识的 这样一个关系作用 它的一个规律和社会意识 所以社会心理学说啊 就成了它的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这样一个部分啊 它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这样一个很有特色的部分 它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它就在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 但是这部分 感谢观看